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住叫西老 首先我們就去Lobby Check-in 然後服務人員會帶我們進入我們的房間 這是玄關的地方 因為我現在有懷孕 所以他還給我的孕婦整超貼心的 那房間的這個冰箱裡面的mini bar 都是免費可以做使用的 我們這次入住的是和室套房 那桌上有茶具以及主廚特製的小點心 接著來帶大家看一個隱密性超高的廁所 我如果沒打開大家應該都沒發現 這裡面竟然是個廁所 木製的垃圾桶 搭配的是感溫免治馬桶 接著呢是浴室的部分 房間裡有提供浴衣 放完行李之後我們就準備去享用我們的晚餐 那我們選的是雲天餐廳 因為之後呢 玉媽媽我就開始顧著吃 我都忘了去拍其他 肉的部分啊 還有就是招牌的掛包的部分 只拍了一堆蔬食 吃完之後我們就準備去看一下 飯店裡面有哪些設施吧 首先看到的是撞球桌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可以下棋的地方 接著再往前走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有桌球桌 特別的是它竟然還有很專業的計分吧 它這個健身房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就是 你都不用從房間裡面帶自己的毛巾 這邊都直接有水還有毛巾 都可以直接做使用很方便 現在這一間是越覽室 喔小孩的那個也在這裡 小孩的游泳間 然後這個越覽室這邊呢 就直接提供給你咖啡機 這很方便 然後喝完就直接放在這裡回收就好 喔對 它是做小沙坑 我的天哪 對啊它是做小沙坑欸 我的天哪 室內的小沙坑 現在我們要來看的是晚上的湯屋 它因為晚上開放到十點 因為現在也很晚了 所以幾個 整個都是沒人 我們就包場 其實這裡啊 就是我們用餐那個雲天自助餐廳看出來的樣子 所以明天早上在這邊用餐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超美的 晚安囉 現在帶一帶要看陽台 這是從我們房間陽台看出去的view 陽台這邊呢 有擺一組桌椅 可以坐在這邊看風景 那因為昨天呢 我們是從停車場上來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拍大門的部分 那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半店一樓的大廳 那這個是白天的雲天餐廳 我們就是在這邊享用我們的早餐 那早餐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多元化 中式日式西式都有 青州小菜 然後水果 以及一堆 吐司 麵包 馬芬 可頌 然後各種奶製品 優格 牛奶 優酪爐 養樂多 生菜沙拉 那吃飽飯後呢 我們就準備去泡湯游泳 那 現在看到的是游泳池的部分 那孕婦因為我不能泡湯 所以我就選擇游泳 那其實它泡湯有分成戶外 還有那個室內 就是不用穿泳衣的那一種 那如果你是選的是室外的話呢 你也都不用自己帶毛巾 就是這邊都有直接提供毛巾 那最後就是要曬一下孕度 然後以及看一下孕婦游泳的畫面 然後最後如果大家有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們按訂閱 以及觀看下一部我推薦給你的影片喔 掰掰